所以我們明正啊 所以我對很多大陸網友這邊講說 現在不急著統一台灣嗎 幾年以後等我們超越 羅來博的手掌心 對 跑不掉嘛 問題是當你假設好了 就算到那個時候你收回這外土地 好像所有的都外國人誒 說我們不同國什麼什麼 跟你扯半天 你到底治理比較累還是 現在統一比較累啊 現在統一至少還有像我們這種40歲以上的人 還跟你比較接近一點 現在以下的人全部是外國人誒 真的全部是外國人 我可以舉個例子喔 我周遭喔 藍的家庭喔 你知道我們周遭他們家是那種 爸爸媽媽都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而且他有親戚在大陸的 然後去大陸的時候還都說 我們大陸都是中國人 就他的小孩現在小學 他也還沒有惡意喔 他也算沒有仇中喔 但他就碰到大陸在台灣的記者 他就說 欸叔叔啊你是中國人嗎 然後下去就問說 你們中國有核武對不對 我們台灣沒有 你們中國有長城喔 你們中國可以上月球喔 那都是你們中國你們中國 這就是一個例子 另外一個例子 是最近我去悟封罷免陳柏惟認識的一個大哥 他在大陸做台商做了幾年 最近回來 發現女兒怎麼變這樣 他的女兒讀小學 然後給他媽媽帶 就是這個交給阿嬤帶 交給奶奶帶 就帶一帶說 這個女兒跟他爸爸講喔 因為他爸爸是台商 然後是這個反對陳柏惟的嘛 就他跟他爸爸講說 爸爸我們是日本人耶 然後他爸氣的把門打開 你再講你被你給我出去 可是我想真的就是照 我們現在課剛教下來 我真的會讓我們的下一代 覺得我是日本人 對 因為台灣他硬要把台灣獨立起來 可是你要知道台灣的文化 抵禦歷史不夠 不深 那你硬要講什麼 四百年的台灣本土史 除了扯扯原住民以外 講來講去 都是中華文化 因為他又不能扯清朝嘛 那他只能就無限放大日本的 對 那史前又沒有什麼紀錄嘛 那他就硬要掰 那你怎麼講 拜媽祖拜王爺 這個又說是大陸來的 所以他現在就說什麼 這些媽祖廟王爺廟 都是漢人政權壓迫台灣的工具 他在課本這樣教 那漢人政權壓迫台灣的工具 那你自己呢 那你自己是誰 那可是問題是在那時候 在台灣這塊島上 全部都是中國人 對 那你們這些人是從哪裡來 他現在把台灣擬人化 說台灣同心人 所以我們要以台灣為中心 但是歷史的中心是人耶 不是一個不會講話的島耶 對 那你不去問台灣島上的人 從哪裡來的 台灣島上為什麼會產生一個台灣認同 那也是漢人來台灣 形成的台灣社會啊 還是漢人的玩意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很多大陸網友其實輕忽了 克剛的殺傷力比什麼都是 對 就是他們沒有注意到教育是很可怕的事 我今天聽那個唐湘龍講 我忘記他在哪一個節目講 他就講說 然後就是美國在香港的什麼美國協會 要撤掉了 聽說可能要撤到台灣來了 然後他說香港五間很有名的大學的校長 全部都是那個美國協會 美國文化協會的會員 就是你不是會員 你不能當這些大學的校長 所以就變成你看香港的問題就出來了 難怪什麼教科書還有高考考一考 然後要你做漢奸的耶 考試考到之後告訴你說 日本人來扮演抗爭清華是對中國有功耶 所以你看美國很清楚 教育這件事情的影響有多大 那現在大陸發現了嘛 教育真的很重要 他們會知道要抓嘛 那民進黨從一開始他就知道 教育有多重要 他這樣已經埋了多久二十年了 你要想 美國知道教育有多重要 所以為什麼現在拼命在查進孔子學院 他知道說因為美國很厲害 其實我們都看錯了 其實美國不是只有這個軍事武力很厲害 因為很多軍事武力是不能用的東西 比如說核武你敢用嗎 不敢 可是軟實力那就厲害了 文化滲透超強 天天都好萊塢 天天都買美當樓 美國就是拯救世界的 美國隊長 你要喝可樂 不是可口可樂就是百事可樂 不都是美國 都是美國貨 所以大家可能很多大陸朋友 還有些到現在沒有正式 你剛講的統一的急迫性 他覺得兩岸一家親都是中國人 反而慢慢談 總有一天我們可以感化台灣人 這種觀念是在以前 上世紀九零年代初 兩岸剛開放的時候 當年台灣還有江山萬里情的那種中華心 對不對 當年還有很多講兩岸初次見面的感動 還有電視這個節目叫 八千里路雲和月 那個什麼大陸巡奇 大陸巡奇 雲和月 林峰 還有江山萬里情 這個大陸巡奇啊 那個年代的這些人啊 就是大概就像你那個年代 還是獨步編本一路下來 所以他當然有那個情懷 其實那個年代反而兩岸沒有接觸喔 對 可是在台灣他們讀這一些歷史課本 會覺得做中國人很驕傲很自豪 你知道我當年在讀的時候 我們到了國中二年級才 終於可以接觸中國史 你知道那時候我多感動 就是我覺得說我已經讀了一年的台灣史 然後我比較早熟 所以我從小學我就讀了很多中國歷史 我就覺得為什麼到現在都讀不到中國史 然後到了這個 國中二年級的時候 也就是我大概十三四歲 開始終於開始從三皇五帝開始上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的歷史老師 還特別跟我們講 說全世界有各種古文明 埃及也好 希臘也好 現在幾乎都不見了 都看不到了 都變了 只有中國文明一路相承 經過多少朝代沒有變 所以那個時候你會覺得 我們真的是好驕傲 然後課本還會寫龍的傳人 現在都沒有 都沒有沒有 你要想他就一點一滴的沒有 所以那個年代的人 當然還會覺得我們跟大陸是 這個一家親啊 他讀這些課本 他看這個電視劇很自然啊 就說我們中國人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沒有這些東西 所以大家還沒有意識到 統一的解剖性的問題 就好像有人說 哎呀有人看了甄嬛 就好喜歡北京想去看一看 那跟我看日本NHK大和劇一樣 哎呀大阪城好酷啊 我想去看一下 跟那個說我跟我是日本人 那是完全兩回事情 那是完全兩回事情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多大陸網友 完全沒有意識到 真正在台灣執行一條道路 叫務實台獨路線 楊文傑有說過類似的話 就說只要課綱不改 這樣繼續下去 台獨就成功了 是啊 其實你看呢 你也知道大陸官方很認真的 希望能夠拉近兩岸的距離 所以什麼會台26項政策 31條政策啊 一直在出來 他們認為只要對台灣人好 有一天台灣人一定會突然發現說 我們兩岸都真的是一家親嘛 可是你要知道 我知道非常多的年輕人 都得態度是 好處我照拿啊 但我內心就是不認同你啊 對我的感覺就是 今天就是一個外國政府 給我這個人才 一個很好的一個誘因而已 他甚至覺得就像陳柏惟講的嘛 今天到底是你中國需要我 還是我需要中國 還很拽喔 對啊 就這樣 那所以其實你沒有搞懂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麼 來自於教育 來自於課綱 如果說今天這個課綱 或者這個教育 一直掌握在這些台獨手上 掌握在這背後的隱武者 美國爸爸手上的話 那我跟你講 就算真的台灣收回去 可能就算因為什麼隱武就統 什麼等等不管 就雖然真的好好的回去 我跟你講 治理那問題可大了 現在香港大家都覺得 天啊怎麼這麼亂對不對 台灣會比香港更亂 所以很多人說 為了要心靈棄合 所以我們呢不能急於統一 要等心靈棄合才能統一 但是恰恰相反 你如果不同意怎麼棄合 對 這是雞生蛋誕生季的問題 不統一如何棄合 尤其是這個教育 你怎麼棄合 你現在整個行政大選 掌握在台獨手上啊 而且我跟你講 台灣就會成為以後 整個全中國的大亂源 因為這些人就會開始到處跑 然後跟 而且重點是你看香港人講話 就是你大概可以聽得出來 喔你香港人喔 其實台灣人講話 有些人就會覺得說 欸你是台灣人嗎 就會沒有辦法那麼 一下就判斷出來 那那時候我再跟你講 我跟你講啦 中國齁就是喔 我們現在我們講 民主自覺啦 你這樣講著講著 會不會有一天就大家就開始 跟台灣一樣 好好的啦 你們都沒有奪過對不對 我拿我們教授說給你看 對 你看中國是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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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台灣以前多好 他們可以自己投票欸 你們行不行 對 這個 只能說很無奈啊 媽媽 爸爸不是媽媽 爸爸很無奈 好嗎